墙上挂着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彩绘艺术瓷盘 展出作品包括玫瑰 牡丹 花草植物和鸟类等 每一件都是精雕细琢獨一无二的手工绘制品 其中又以磁绘家徐瑞芬老师的绿杜姆和安娜王妃最为经典 真的很特别 因为他那个徐老师引进这个 他让大家觉得说跟一般的画展是不一样的 从选词 彩绘到摇梢都必须经过三次以上的创作才能够完成 台湾瓷绘艺术协会首次举办师生连展展现师生六年来的心血结晶 现场还展示实作旗袍彩绘作品相当吸睛 日本是叫朝延 那就是早上它就会开 接近中午的时候它会写 那个颜色上面我很喜欢 所以把它的藤蔓跟汁液 非常的这个柔细柔美的表现出来这样子 因为它要很心要静下来 然后要一笔一笔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 经过了六年 我们终于看到学生他们的才华 还有他们的创意 徐瑞芬老师表示 瓷器彩绘在台湾还是比较少见的艺术 希望透过这次展览 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瓷绘艺术之美 新唐人亚太电视落金星方雅嫌台湾嘉义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